我们活在这个时刻 神再一次要兴起他渔民的军队 积淀的军队 虽然我们的人数跟敌方比起来似乎是非常的稀少 但神给了我们一个是会带下胜利的策略 这个策略是在积淀军队的故事里 他们打破了空瓶 显示出里面的火 这使得米店的军队惧怕 我们就是这空瓶 放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 我们有基督的形象 我们有他的眼睛 如同火焰的眼睛 也就是在埃及法老军队追杀犹太人的时候 这双眼从火柱当中看出去 看向法老的军队 使他们的军队溃散 成就了神百姓的胜利 这要再一次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是那破掉的空瓶 显示出里面的火焰 在这个时刻使仇敌四散 我们要显现出神的眼睛 我们要发出神的声音 他声音的怒吼 我们要释放神的气息 发预言 释放那时枯骨复活神的气息 这是我们活在的时刻 一个渔民的军队正在兴起 你在其中 我在其中 神必得胜 在其中 谢谢大家